六房媽過爐 鑽叫一路朝陡南前進 大批信眾跟隨 大部分都是輕裝上路 但看到隊伍中這一位 男子扛著比人還要高的大箱 重達四十公斤 下盤相當穩健 徒步繞進打算跟著媽祖 走完全程約六十二公里的路程 信眾扛大箱 叫班人員負擔也不小 扛著六房媽神轎 途中遇到民眾跪拜鑽叫腳 還得抬高轎子考驗體力臂力 但其實如今的軟轎已經相當勤變 解析六房媽神轎眼鏡 民國六十年農業轉工業時代 信徒打造白鐵轎子 用了將近十年換成木製 一共有四座 其中一座 還花了一百二十萬打造 但因為移動不變 民國七十四年改使用藤製至今 有神無妙的六房媽年度過盧儀式 如同班家一班 吸引上萬人朝聖 隊伍綿延數公里 從清晨走到黑夜 目的地在斗南谷烏瓦窑紅潭 三雄 楊靖靈 為止 謝雲珍與您採訪不到